大家好,徐晓东,徐教练,最近无论是直播也好,在这个推特上发文也好,我发现他跟自己的这个粉丝的互动啊,产生了一些,一些些的变化,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,如果你最近关注徐晓东频道的话,你发现徐晓东开始相信真理了,他自己说的啊,我只支持真理,只相信科学正确的逻辑判断。 我不属于任何一方,我也不会因为反对叉叉而反对一切。他说的这个叉叉啊,大家应该知道他指的是什么。他又说,请现在马上删除我的微信,最后说一句,对于那些所谓造假的视频,你当他们像你一样愚蠢吗? 这件事本身只是一个单纯的独立事件。你们是不是甄嬛电影看多了? 这是徐教练,今天啊,最新的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文章。 他指的什么事说的呢?就是那个49中的事。知道吧?徐晓东之前在自己的直播里,自己也对这个49中的事情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 他呢,也是基本上认同成都警方公布的那些线索和结论。结果不得了。 在直播当场,被大量的徐教练的忠实的粉丝喷成了公知,骂成了大白宣,说徐晓东收中共钱了。 当时徐教练在直播当中那脸呢,绿了,知道吧?那家气的。 结果,直播完之后,今天又发了一篇推文,又在强调自己相信真理,相信科学,相信逻辑判断。 自己不会问了反对叉叉,而反对一切。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,如果你今天刚认识徐晓东啊,你会发现,这是一个能够客观理性就事论事来讨论一件事的, 那么一个,哎,一个人,对吧?你甭管他什么背景啊,如果你今天刚认识徐晓东的话。 但是,我的这个疑问在哪呢?就是,既然这么一个,一贯支持真理,相信科学和正确逻辑判断,这是他自己说的啊, 这么一位勇士的话,你的这个粉丝圈里,为什么聚集了大量的, 不支持真理,不相信科学,不相信逻辑判断的这么一帮粉丝呢? 这帮人可不是少数啊,大家可以去看徐晓东直播和徐晓东的这个推特啊, 为什么?按理说,人以群分,物以类聚,对吧? 你搞自媒体也好,搞这个,你的这个小圈子也好,不是一天两天了,对吧? 那也是,哎呦,我,徐晓东这个油管多少粉丝啊?没主意啊,也几十万了吧应该, 应该跟那个袁同飞应该差不多。 那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一个人,你,你,被你吸引来的那帮人,跟你完全不是一个调性呢? 如果以今天徐晓东的这个,这个今天的论点啊,反推的话,你会发现这个矛盾在哪? 这就是我前两天,我说袁腾飞的那个视频说的一样, 他们俩啊,一文一武,一阶翘楚啊,这二位,早晚都会被自己的粉丝所反噬,就是这个原因。 我,我,我曾经,我很早之前,我去年好像,我曾经说过一次徐晓东,当时, 我说徐晓东呢,属于那种比较笨,这个笨啊,不是说人家赚钱啊,这方面笨,不是这意思啊, 人家商业头脑灵光了呢,比咱都能赚钱,我说他这个笨是,他对于这个事态的,趋势的看法。 比如说,他在打雷雷的时候,他聚集了大量的,支持他的信众也好,粉丝也好。 但是,他打完雷雷之后,对吧,他这个路是越走越偏,结果呢,导致,追随他的人啊, 其实已经不是当年,支持他打雷雷的那一帮最初识的粉丝了, 他中间粉丝换过好几批,当下沉淀下来的这帮粉丝, 是大量的什么,独,轮,运,恨国党。 为什么?因为他就跟那个袁腾飞很像,知道吧,俩人。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,其实你要说他俩天生就是反对共产党,天生就是恨国, 这个我不信,他是在自己的这个人生,这个叫什么,人生道路当中啊, 你像袁腾飞,比如说,当年被体制抛弃,对吧,这个本来是人民优秀教师呢, 本来是中央电视台做上宾的,结果是混的是一点不如一点, 是一步不如一步,是吧,一天不如一天,是一时不如一时, 就给他造成一个什么呢,就是有点反社会,他心里有点反社会, 你知道吧,反社会之后开始干嘛,就开始吐槽,就开始抱怨, 他跟徐晓东有点像,徐晓东也是像他这种, 当打雷雷完了之后,他会受到比如说武林界的一些其他势力对他的打压, 他会觉得自己被排挤,他会觉得自己不是主流, 这个时候呢,他会产生逆反心态,就开始抱怨, 那么一抱怨,效果来了,他会聚集大量的对社会不满的, 本来对中国共产党就不满的,然后呢,慢慢发展成, 开始从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不满,然后开始发展到对中国不满, 到最后终极啊,我估计就是他开始就对人类对地球不满了, 真的,他们会发展到内部的,你放心吧, 这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走的,但是呢,我也相信徐晓东也好, 袁腾飞也好,尤其是徐晓东,因为他毕竟是个练武的, 他不像袁腾飞满脑子花花长,啊,徐晓东午夜梦回的时候, 啊,比如说喝二两酒,是吧,在这种情况下,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酒后吐真言,就像针对这个49中这个案件一样, 为什么,你发现没有,袁腾飞到现在,他都没有针对49中这个事, 他发表过看法,你发现没有,他没有提过啊, 他唯一的提到了49中,就是在骂那个李子阳那期视频, 那期视频不叫针对49中在发表他的观点, 他是在打擦边球,知道吧,他是通过骂李子阳, 来说李子阳没人性,是吧,我不是说了吗,我不是专门搞了一期节目, 说袁腾飞吗,我问你这叫什么,你这叫忽悠你的粉丝, 对吧,你骂一摊狗屎,说那摊狗屎臭, 并不能证明你袁腾飞是一个完美的人,那摊狗屎就是臭的, 是吧,通篇十几分钟,二十分钟的视频, 光去把大家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李子阳这摊狗屎身上了, 结果让大家所有人都忘记了成都49中的这个焦点了, 然后他就混过去了,他为什么不能谈袁腾飞, 他如果谈,他也只能是像徐晓东这样去谈49中的那个案子, 为什么,因为但凡你只要是个正常人, 你就会认为49中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单纯的意外事故, 他没有那些什么背后的阴谋,对吧, 黑恶势力,你能张得开嘴吗,对吧, 如果你那样说的话,如果你但凡敢那样说, 底下肯定会有人就会怼你,就说你拿出证据, 对吧,你拿出证据,我的证据全是来源于网络, 我的证据全是来源于别人发我的一些文字和图片, 这叫证据吗,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,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袁腾飞选择了什么, 就是我不谈,我不谈,我知道他是什么情况, 但是我不能说,我一说就跟徐晓东现在的下场一样, 发现没有,袁腾飞贼就贼在,聪明,比徐晓东聪明, 徐晓东你看就比较直,开期直播, 我来聊聊49中,他本来想,他本来想,想得很好, 就说你看,我支持这个,就像他说的,我支持真理, 我相信科学,对吧,我相信这个正确的逻辑判断, 没错,成都警方给出的证据链是闭合的, 是能够说得通的,对吧,有理有据, 是可以依法去做出结论的, 他以为他这么一说,他的粉丝们就又会捧徐晓东, 说你看徐晓东,多么的理性客观,多么的公正, 结果适得其反,看到没有, 今天的徐晓东,袁腾飞已经提前,已经预料到了, 所以他坚决不会提49中,这个本身的案子, 他是怎么看的,到现在没说吧, 到现在没说吧,你看袁腾飞,到现在没说吧, 这事过去了,这热度已经过去了, 但是你看徐晓东,就因为提了一下49中, 我支持警方,就这几个字,已经被粉丝淹没了, 我觉得徐晓东,但凡你再冷静点, 稍后你再喝二锅头,你在午夜梦回的时候, 你再想想,为什么你的粉丝聚集了大量这样的人, 这是谁的问题,这是你的问题, 我不是说了吗,人以群分, 我经常说,我的频道为什么不受大家待见, 发现没有,咱的频道为啥做不起来,就在这, 当我说中国好的时候,中国产党好的时候, 恨我的,是吧,读轮运,是吧,各种, 人家过来骂我,说我五毛粉红,骂完之后, 人家不可能订阅你,对不对,骂完你, 人家一拍屁股走了,结果当时可能就有一些爱国的, 是吧,或者说是支持共产党的,希望中国好的, 这些粉丝,就关注我了,以为, 哎呀,你看你这频道,是为中国发声的,对吧, 是支持我们中国怎么怎么样, 当然我这频道是啊,我这么说不是说, 我这频道不是啊, 哎,聚集了这么一伙朋友, 结果呢,哎,哪一天我这视频突然说了一点, 中国在哪不好, 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, 好吗,你看吧,底下又一帮人开始, 骂我了,什么, 恨我党,公知,对不对, 啊,有啊,有,诸位, 你们如果说留意我的下面评论的话, 有些人是盯着骂我的啊, 专门盯着骂我的, 而且跑到别人的频道还骂我, 我没提他,啊,我就不提你了, 对吧,把我骂成什么,叫什么, 跳梁小丑,是吧,粉丝没几个, 还每天在那儿在那儿逼逼, 跑到人家其他的那个爱国up主, 那个所谓的爱国up主, 我那个频道去骂我, 所以说你看没有, 然后人家一看, 这他妈就是公知啊, 我怎么能关注他呢, 取消订阅, 对吧,我就赶对, 我就撤了, 这就是一个公知, 所以你就发现我这个频道, 为什么粉丝增长, 不如人家,其他人快, 就在这儿, 我不是说我就客观, 我就理性啊, 我也不客观, 我也不理性, 但是呢, 我是随着我想, 说什么, 我就说什么, 好就是好, 不好就是不好, 但是在自媒体当今这个时代, 你不走极端, 你要不就是坚决支持中国观想, 坚决什么都是中国好的, 中国就是完美的, 千万不能说中国不好, 有些人, 其实人家心知肚明, 中国哪不好, 懂, 很多我们频道UP主, 人就在国外, 你自己就有对比, 哪里国外比中国好, 他不知道吗, 他知道, 但他不说, 知道吧, 他不说, 比如说我回头, 我再开几期节目, 估计我的粉丝就会往下掉, 为什么, 我说说我当年我在欧洲的经历, 我来对比一下, 中国跟欧洲比, 尤其跟德国比, 差在哪, 哪里值得我们学习, 我估计我这视频再一发, 又一帮人进来追着骂我, 公知, 恨国党, 你怎么能说中国不好呢, 中国就是好, 你看, 就是这样, 对吧, 说说你一旦支持中国共产党, 或者说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爱国自媒体的话, 你千万不能说中国不好, 你知道中国哪不好, 你也不能说, 但是你长此以往下去的话, 我总在想, 你这样是对你的粉丝好呢, 你这样是对中国共产党好呢, 还是对他不好呢, 你还是在害他呢, 对吧, 好, 反过来另外一个也是, 就像徐晓东, 袁腾飞, 这帮人似的, 比如说, 再说什么狗哥, 猫神那帮人, 他们自己的定位刚开始, 无论是自己有意也好, 无意也好, 他把自己这个频道已经定位到那个, 往那个恨国那个方向去了, 结果他下面就聚集了大量这样的粉丝, 结果有一天像徐晓东, 好不容易说两句公道话, 结果大量的粉丝就开始喷他, 我相信徐晓东肯定这两天掉粉掉的很厉害, 真的, 他不掉粉, 有些粉丝已经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了, 开始摇摆了, 接下来就看徐晓东怎么做了, 徐晓东你要是个男人, 你就坚持你的想法, 这件事我认为对就是对, 不对就是不对, 你不要一看, 我的粉丝都骂我了, 坏了, 对吧, 我得掉粉了, 我赶快把我的话收回来, 或者说我把的话题赶快遮过去, 我再另开一期, 骂共产党的话题, 我再把粉丝的情绪再稳定一下, 但是起码从今天来看啊, 徐晓东还没有往那个方向走, 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, 我之前我有好, 我很长时间之前我就说过, 徐晓东, 他比袁腾飞强就强在这儿啊, 他没有袁腾飞那么滑, 知道吧, 他还相对来说比较直这个人, 如果说袁腾飞无可救药的话, 徐晓东吃点药还能救过来, 他俩是这个区别,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自己频道, 一直存在的问题, 也是这个, 对吧, 你比如说前两期, 最近这几期, 这个比较争议的, 就是我说印度那个事, 对吧, 我印度现在满街堆的烧尸体, 中国应该帮, 能帮就帮了, 是吧, 出于人道也好, 出于自己的安全利益也好, 能帮就要帮印度, 对吧, 矛盾先放一放, 结果哎呀, 很多人竟然骂我呀, 把我骂了呀, 你不顾什么, 当初人家死在边境的那些烈士, 对吧, 印度人怎么能帮呢, 怎么能说那话, 说的老难听了, 知道吧, 当时我看了其实挺好笑的, 可乐呀, 周围, 但是你放心, 你们决定不了我, 你们决定不了我, 知道为什么吗, 很简单, 我之前我说过很多次了, 我他妈不指这频道赚钱, 我说那句话, 对吧, 你像人家徐晓东也好, 袁腾飞也好, 几十万粉丝, 他指这个赚钱的, 他有些人指这个打赏, 广告, 或者说通过这些流量, 来变换他的一些其他的利益, 像徐晓东, 是吧, 人家可以线下招收学员, 他们开馆的吗, 对不对, 袁腾飞, 很多打赏啊, 所以他不敢得罪粉丝, 最后的结果就是, 你这个频道最后说的所有观点, 不是你自己的观点, 都是你的粉丝的观点, 就是他愿意听什么, 我说什么, 我说出来你都愿意听, 我哄着你, 我逗你玩, 我哄你开心, 最后是什么, 我就灌你, 给你灌的全是迷魂汤, 真的,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, 那共产党要中纪委干嘛呀, 不用中纪委了, 只要宣传部就好了, 对不对, 按照你的逻辑, 不用中纪委了, 干嘛还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呢, 不用批评了, 老完美了, 所以有些粉丝, 你没法跟他讲理, 知道吧, 俩极端我还是那句话, 俩极端我都鄙视, 知道吧, 你来我这骂, 你就骂, 我也不会删评论, 你放心, 我一条评论我都不删, 你看那个袁腾飞, 我骂袁腾飞的视频, 下面几千个人骂我, 上千条评论都骂我, 我删了吗, 对吧, 恨不得把我祖宗八代, 祖坟都刨了, 你看我删了吗, 没删, 我可以选择不看的, 对吧, 所以还是那句话, 徐晓东之所以走到今天, 俩字, 反噬啊, 这就是他的粉丝对他的反噬效果, 我为什么我的频道坚持, 我的想法, 对吧, 频道是我的, 我想说什么, 得先遵从我自己的良心,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, 粉丝不会影响到我, 当然你说有些东西我说错了, 对吧, 举了数据, 是吧, 有偏差, 这个我认, 这个咱该更正更正, 咱该道歉道歉, 这个没问题, 但是你说针对一些具体的事情, 你发表一些个人的观点, 如果说假如说, 我说的都是你们愿意听的, 对吧, 我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, 那你还来听啥呀, 对吧, 我就纳了闷了, 难道你想听一个主播的频道, 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到他说的所有话, 都是你心里的话吗, 那你听他干嘛来, 有什么意义呢, 你按照你的想法做就好了, 或者按照你的想法说就好了, 你没有必要再听他的了, 我们听的最大目的, 就包括我自己去听其他人频道一样, 我不是想听一些不同的声音吗, 想开拓自己的视野吗, 广开沿路吗, 不是这个初衷吗, 对吧, 最后弄的全是这种, 叫什么, 小圈子文化, 或者说叫是那个, 哎呀, 一时想不起来那词叫什么了, 是吧, 人以群分, 物以类聚, 还是叫什么来着, 哎呀, 那想不起来那词叫什么了, 总之就是, 当然我也理解, 每个人都愿意找到自己的, 这个适合自己的环境, 忠言逆耳吗, 谁都不愿意听自己, 不愿意听的话吗, 谁都不愿意接受那些, 跟你相左的观点吗, 这个很正常, 但是我相信, 但凡你理性一点, 你也能接受一些不同的意见, 但是呢, 这些不同的意见, 不包括那些故意抹黑的, 对吧, 故意栽赃的, 这个不包含在内, 所以这个也是, 我为什么喷袁腾飞, 骂那帮狠火党的原因, 对吧, 因为他们大量的东西, 是来自于, 来自于这些, 就是无中生有的, 故意抹黑的, 这些事实, 而不, 故意抹黑的这些材料, 它不是基于事实的讨论, 所以这个大家就没有, 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基础了, 所以我就经常会骂他们, 如果说它在一个事实基础上面, 大家可以讨论, 对吧, 你觉得哪,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也好, 中国也好, 做的哪不好, 对吧, 这是个事实, 咱也可以讨论, 我没有说他们做的都好, 对吧, 我们也有很多问题, 你只有问题, 我们才有上升的空间, 所以做频道, 之前我说了好多次了, 我既希望我的粉丝成长, 我又担心我的粉丝太多, 这是实话诸位, 这不是装逼, 希望你的粉丝增长, 你的收益会增加, 对吧, 你的广告费会增加, 你的影响力会增加, 会增大, 这是好事, 谁都希望, 但是我又担心我的粉丝过多, 原因也是就在这, 你一定会被绑架的, 说这话可能稍微绝对了点, 但是相当于程度上, 你会被粉丝绑架的, 真的, 比如说今天我是几千粉丝, 当有一天我10万20万粉丝的时候, 我做任何一期视频, 我可能事先我都会想一想, 我的观点, 对于我的粉丝来讲, 他们有什么反应, 我能不能接受他们最后的反应, 一定会有包袱的, 你粉丝少的事你无所谓嘛, 对不对, 你包袱小啊, 包袱轻啊, 所以, 我还是那句话, 袁腾飞比徐晓东贼, 这种人最可恶, 这种人就是典型的, 读书越多越反动, 徐晓东因为文化水平低, 是吧, 然后呢, 又习武, 别管习的是真武还是假武, 起码他是一个相对来说, 四肢发达, 头脑简单的, 所以他没有像袁腾飞那样的, 特别阴险, 这一点徐晓东比袁腾飞强, 我们必须给徐晓东在这点上要给予肯定, 所以, 反正我的频道也就这样, 对吧, 你爱听也好, 不爱听也好, 这就是我的想法, 对吧, 你有你的想法, 我有我的想法, 我做频道的初衷就是表达我的想法, 我做频道的初衷不是表达你的想法, 大家要把这个主次搞清楚, 一定要搞清楚, 当有一天你听一个人的频道, 他说的所有话, 你都觉得, 哎呀, 你这么每次都说到我心份, 我觉得你这频道就开始降低观看频率吧, 你去听一听, 让你刺耳的, 你去听一听和你意见不一样的频道, 我觉得对你人生会更好, 对吧, 对你人生会更好, 这就是我, 哎, 说了二十多分钟, 好吧, 今天就大概表达这个意思,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, 我, 好, 好,